你的五脏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就看你睡什么样的觉 首先第一种就是肾虚了 肾阴虚容易入睡难 这是因为肾阴不足 虚火内扰 导致了心神不安 入睡困难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平时还伴有身体燥热 情绪烦躁 爱生气 倒汗 口干舌燥 手脚心烦热等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 柳位帝黄糖来进行加减 第二就是肾阳虚 睡不醒的原因 阳气不足 寒室内生 热就会没有精神 就像冬天一样 你总是睡不醒 不想起来 伴有什么 怕冷 手脚凉 精神差 尿皮尿急 下肢容易水肿 乏力 容易拉肚子 我们可以参考 气生 身气丸 第二种就是脾虚容易做梦多 因为脾胃气血生化的源泉 脾虚气血生化不足 心神施养就容易出现梦多的情况 像这种情况往往伴有腹胀 胃口不好 换身乏力 头晕 嘴巴黏腻 可以参考香沙六菌糖 爱情形加减 第三种就是肝瘀 容易睡不着 因为肝气瘀结 肝血就容易受损 不能很好的乳养心神 那么就容易导致睡不着觉 失眠 伴有胸妹 胸脚闷脏 情绪悲观 消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柴虎 酥干汤来进行加减 第四种就是心血虚 容易醒了 因为心神受心血的滋养 才能够得安 心血不足 心肾失养 自然就睡不着 像这种情况 平时还容易受精 稍微有点动静 就容易醒了 头晕 健忘 乏力 心跳加快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人参龟脾汤 来进行加减 判斗沥